好,各位朋友各位同学,大家早晨 今天我们看回恒征之后 其实也出现一个平安和反复震荡的走势 其实这种市场我们通过这些板块人的机会就知道了 在目前来说,升幅相对好一点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些地产人的股票 和一些防守性质的股票为主 所以整体上市场,它就不会带有太多拉清的空间 那在现时的话,可以做什么板块呢? 其实我们上星期已经和大家分享过 地产股以1918为主的龙头 它的一个表现通常会有一个反复型的震荡的机会 另一方面就是现时階段来说 既然市场可能会行一个震荡的走势 那还有什么板块在逻辑性里可以行动呢? 我认为应该是一些防守性质的类型股票 可能成为它仍然有空间的机会 那类似哪些呢?类似我们看得到的 例如猪肉股,食饭消费这类的股票 它们应该还会有空间向上行的一旗 所以好像一旅零油,基比赦 我认为在后期都可以考虑进行一个介入 那另一方面,其实持续性不会有太多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没有太多持续性的一个空间的情况下 我们尽量以短时间的操作为主 这种去应对正当市场的一个走势 day trade,还有一些逻辑性比较好一些 可以适当地持续长一点时间 那我认为这样才能够好去应对到现时市场的一个走势 ok,那今天我们的生活中头大概和大家说这么多 主要的思路就是这几个方向 防守性质的板块,例如消费股,1610,1610,中零 这种类型的一个股票 其他的话就可能将要等它有更多的一个回落 之后再做一个介入 而地产股应该都仍有反复的一个机会 可以考虑低及内耻的一些动作 是的 pot